小陈是一名厨师 他从400公里外赶来相亲 女方也是农村人 可乡他的只有女方父母和媒人 女孩并未露面 媒人让他出去先等着 院子里还有其他等待相亲的男孩 在大城市待过的小陈 对这种全家出动轮番相亲方式很不解 他说在城里相亲 双方见面就可以了 媒人却说农村人更现实 结婚过日子更是两个家庭生活方式的磨合和资源整合 女方父母先把关 犯案更慎重也更经济 男方就不用花过多冤枉钱去接触女方 就在他们等待的时候 没人又联系到了一家代嫁女 对方李毅,30岁 小陈听了不太乐意 他是头婚,对方二婚 心里多多少少有道坎 可他也是资深老光棍 现实容不得他把尊严摆在首位 可他们过去时 女方父亲却说 女儿不愿出来见面 他远远看见小陈各自爱 就拒绝了这次详情 媒人为小陈美言了几句 希望能争取双方见面的机会 但女方父亲也很无奈 女儿性格倔强 说不见就不见 见此,小陈很受打击 深感自己就像货物 而女方就是顾客 一番挑挑拣拣后 还嫌弃地推开 媒人却对此习以为常 他说,物以稀为贵 待家的大龄女 大多自身条件不咋定 但依然炙手可热 前几日 他带了五个男孩来相亲 一圈下来都被刷了下来 而后面还排着其他相亲的 真的是一家游女百家求 这就是农村相亲市场的现状 杨瑞青今年42岁 他是家中老三 也是全家人发愁的老大男 他是长途汽车乘务员 父母务农,种果员 生活并不是很宽裕 今天他从外面赶回来相亲 一大早杨瑞青就收拾上了 他刮胡子,擦皮鞋 还特意穿上一套新洗装 收拾得挺精神 家里人也从一大早就开始忙活 准备招待女方的饭菜 可以看出 男方家里很重视这次相亲 杨瑞青说 如果这次相亲成功了 他就立马装修房子 张罗结婚 他一共相亲二十多次 因为下毛平平 又没有头发 大多时候 女方一见他 转头就走 刚开始他很受打击 但这种情况多了 他也就习惯了 为了改善个人形象 他还特意去照相馆 披了一张有头发的照片 女方到后 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准备的饭菜也没吃 见女方要走 杨瑞青妈妈急忙上前 给女方塞红包 女方说 初次见面完全不必这样 但杨母说 这是她的一份心意 请女方务必收下 杨瑞青平静地 看着母亲对女方的讨好 她已经看过太多次这种场面 心里有感慨 丢脸 生气 悲愤 种种情绪 但更多的是深深的无力感 以及对母亲的怜悯和愧疚 送走女方 她就回屋给她发信息 询问女方李莉的意思 可是发了很多条都没有回复 杨瑞青觉得这次相亲没戏了 李莉离开时背对着她 两个人讲话时也是目光错开 不只是她的眼睛 她分析 李莉属于高不成低不就 找城里对象 人家看不上她 而找农村对象又心有不甘 然而不久 李莉就打来了电话 说她上夜班太累 在车上就睡着了 看到李莉特意回了电话 杨瑞青心情大好 李莉对她没有不好的印象 杨瑞青便和她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 马云飞42岁 即使没人也是光棍 她在市区有斯嘉丽疗店 改革开放后曾去广东打工 从搬运工做到了部门主管 但随着母亲病危 马云飞又回到了老家 那时她年龄见长 回来一切都要重新打拼 为了立足成事 她一心普在工作上 结婚的时候 一拖两拖 就错过了最黄金的几年 等她意识到时 结婚已经很困难了 她这次的相亲对象 是27岁李姨女罗倩 在保险公司上班 刚见面时 马云飞听说 罗倩颈椎不好 并提出为她做理疗 罗倩欣然答应 从两人交谈可以看出 女方性格开朗很简单 可交往不久 罗倩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她知道马云飞这几年做生意 挣了不少钱 于是便想买套房子 但他们的关系还没确定下来 罗倩来供马云飞店里几次 单独兴致不高 大多都是自己一个人 窝在沙发上玩手机 马云飞主动和她聊天 她也心不在焉 却多次念叨卖保险的事情 马云飞见她是护理专业 便建议她推销老年保健品 说到推销 罗倩来了兴趣 说比推销产品更重要的是推销自己 马云飞不断和罗倩找话题 罗倩有一搭没一搭的应付 她的手机不断用红包进账的提醒 坐了没一会儿 她就借口要回公司打卡 便离开了 马云飞有些不舍 不断挽留 想让她多待会儿 但罗倩却执意要走 她的态度忽冷忽热 马云飞吃不准她的想法 刚接触时热情开朗 现在却很冷淡 之后 马云飞又约了她几次 罗倩也是来去匆匆 双方聊的也都很官方 基本不会涉及到感情问题 马云飞打电话给罗倩 叫她一起吃饭 这是之前就约好的一场饭局 但罗倩拒绝了 马云飞不死心 一遍遍打去电话 也执拗地等到天黑 而罗倩此刻正在KTV 她和一群朋友喝酒唱歌 全然忘记了马云飞 或者说 她根本没必要记得马云飞 她和一群朋友 开着大尺度的玩笑 尽情地喝酒唱歌 一个朋友说 自己在国企上班 根本不筹钱从哪里来 只筹把钱花到哪里更熟悉 或许罗倩想过的 就是这样的生活 不为钱筹 夜夜升歌买醉 谈感情或者规划未来 都太虚妄 也太遥远 而马云飞此时 却收到买给罗倩的包包 她小心地拿出包 仔细地安好背带 有细致的抚平包装纸 做得缓慢又慎重 就像在抚平自己凌乱的心情 在整理刚燃烧到温热 又需要骤然去冷却的感情 罗倩让她把包包送人 说她不需要 但她并未拉黑或者删除马云飞 不明确拒绝也不接受 让马云飞的情感无法安心投入 想放弃 却又隐隐能窥见一丝希望 杨瑞卿第二次和李律见面时 约她去了金店 这次两人没有之前拘束 说着各自的事 气氛很愉悦 两人一起荡球签赏花 杨瑞卿看相处得比较顺利 整个人心情都起飞了 她开心地像个孩子 看到红旗倒了 杨瑞卿充满了表现欲 她拿起红旗挥舞 像已经看见结婚的曙光 看到李律走了 杨瑞卿赶忙唱上红旗 追上了她的步伐 期间 没人还打来电话询问情况 杨瑞卿嘴角掩饰不住的笑意 可今晚电话没多久 情况就急转直下 李律显得心事重重 杨瑞卿敏锐的察觉到了 便问她怎么了 她首先反思 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 引起了她的反感 但李律却吞吞吐吐 杨瑞卿一再追问之下 李律才说 能不能给她二十万 杨瑞卿便问她 欠了钱还是要做什么 但李律却不想细说 杨瑞卿对这点比较谨慎 也看得通透 她跟李律关系还很模糊 她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意思 她不可能拿那么大一笔钱给她 最后李律拉黑了她 杨瑞卿说 李律想过的平淡生活是高物质的 是建立在有房有车 有存款的基础上 物质达到了 就可以平淡过日子 李律在试探她的经济 她也在考验她的感情 相亲再一次失败 杨瑞卿又去跟车了 她熟悉脚下的路 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情感出路 杨瑞卿和马云飞 是中国三千万光棍的缩影 男女比例日渐悬殊 女性成了稀缺资源 自身价值在不断攀升 并向高处流通 小地方的往大城市走 奔小康的开始追求小字 精神满足地向往精神刺激 他们对婚姻的标准划线越来越高 而被社会和婚恋市场三选剩下的光棍 自带贬值标签 是向下接融的被排挤资源 可悲凉的是 这两者顶多相亲时喷处 很难长久对接 正如马云飞所言 这个时代已经坏了 扭曲了 人心已经被物质驾驭 爱情啊 信任啊 共情啊 这些东西 已经是一种奢侈品 是具备相当资本才能去享受的 成年人很少有无缘无故的情感投资 相亲就是对各自限价 与升职空间的衡量 能拍板的 要么势均力敌 要么男方更省一筹 这已经是社会现实 据中国政府系智库估算 到2020年 结婚失灵期的男性 将比女性多出三千万人 有超过一千万男性 将终生无法结婚 身陷夹缝中的单身男子们 道尽图窮 只能面对悲惨的社会现实 这是纪录片《光棍儿》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